来源 封闭 近日 滴答出行向港交所递交主板上市申请 中金公司 海通国际与野村国际担任联席保健人 据悉 这已是自2020年至今 其第五次冲击IPO 然而 市占率第二的滴答出行主营业务造选能力却逐年下滑 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下 滴答出行似乎并不被资本市场看好 造选能力持续下滑 从发展线看 2014年 在滴滴与快的进行烧钱大战时 滴答出行杀入一片蓝海的顺风车业务 快速通过多轮融资获得一席之地 虽然在来年滴滴上线顺风车业务后一直被碾压 却在2018年黑天鹅事件事件后迎来了一段短期转折 创始人宋忠杰在最短时间内烧钱抢占市场 让滴答规模从2018年的1.18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5.81亿元 年涨幅近400% 同时实现扭亏 然而滴答出行的增长并未持续太久 招股书显示 2018年至2020年 其营收快速增长分别为1.18亿元 5.81亿元 7.91亿元 2021至2023年间却出现连续两年下滑 其营收分别为1.18亿元 5.81亿元 7.91亿元 2021至2023年 其年内利润分别为17.31亿元 负1.88亿元 3亿元 经调整利润分别为2.38亿元 8471万元 2.26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滴答出行的经调整利润是按照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调整的 因此出现了2022年年内利润亏损 经调整利润却在盈利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 2018年至2020年 滴答出行全年亏损分别为16.77亿 7.56亿 21.94亿元 经调整净利润分别为-10.68亿元 3.16亿元 及3.43亿 根据经调整利润 其在2019年开始已连续盈利5年 然而其2018年至2020年以及2022年的年内利润均为亏损 招股书显示 滴答出行是一家技术驱动的出行平台 公司经营顺风车平台 充分利用私人乘用车的闲置作为 智慧出租车服务 以提高中国出租车行业内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效能及效率 并在全国范围内改善传统出租车扬招服务及管理 据了解 滴答出行主要作为撮合交易平台的角色 通过整合信息提供服务 向载平台登记并提供顺风车服务的私家车车主 收取服务费获利 不像其他网约车平台 还需向组建车队 获取营业执照等方面投入成本 受益于这样的轻资产运营模式 其实现了较高的毛利率 2019至2023年5年内 其毛利率平均高达78.66% 值得注意的是 滴答出行的毛利率整体却呈现下滑的趋势 2019至2020年 其毛利为4.62亿元和6.61亿元 毛利率达79.5%和83.5% 然而到2021至2023年 其毛利率开始下滑 其内毛利分别为6.31亿元 4.28亿元和6.05亿元 毛利率分别为80.9% 75.1%和74.3% 滴答出行业务可以分为三块 分别是顺风车 网约车 广告 及其他服务 其中 提供顺风车平台 服务收入占比达95% 网约车和广告 及其他服务收入占比 分别为1.4% 造成其毛利下滑 主要受顺风车板块影响 2021至2023年 其毛利率分别为85.4% 79.5% 75.9% 三年内 下滑接近10% 对此 滴答出行在财报解释称 顺风车平台服务成本增加较快 由于加强了技术及基础设施 及安全措施 导致运营及维修服务费增加 以及保险成本增加相对较快 顺风车面临增长天花板 招股书显示 滴答出行提供顺风车平台 服务收入占比由2021年的89% 增至2023年的95% 网约车收入占比由2021年的4.2% 下滑至2023年的1.4% 广告及其他服务收入占比 由2021年的6.8% 下滑至2023年的3.6% 值得一提的是 顺风车业务天花板并不高 根据福洛斯特沙利文报告 中国汽车客运市场 包括出租车扬钊 出租车网约 网约车及顺风车组成 2022年 顺风车 网约车和出租车市场规模交易总额 分别约为191亿 1942亿和308亿 在中国移动出行市场中 相较于网约车业务 顺风车业务体量较小 而滴答出行 在顺风车板块的市占率 也在下滑 根据招股书 按2022年顺风车 搭乘次数计算 滴答出行市场占有率 为32.5% 较2021年 减少5.6个百分点 行业排名 由第一降至第二 哈罗顺风车 市占率行业 第一为42.5% 滴滴顺风车 业务市占率行业 第三为19.3% 2021年至2023年 其顺风车平台服务交易总额 GTV分别为78亿元 61亿元 86亿元 营收分别为6.95亿 5.15亿 7.74亿 网约车收入 则呈逐年下滑趋势 2021年至2023年 分别为3262.9万元 1942.1万元 1132.8万元 有业内人士表示 相比于滴滴 美团 高德等互联网巨头 纷纷在出行市场跑马圈地 滴搭出行 在体量以及品牌号召力上 都相对较弱 通过补贴客户和司机 提升客户粘性 或者寻求合作 或兼并重组 做大规模 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而滴搭出行 与那些互联网巨头相比 自然逊色许多 大量消费者投诉 无故被扣款 此前有媒体报道 消费者使用滴搭出行 无司机接单情况下 取消了订单 但滴搭出行 却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 通过支付宝 擅自对其账户进行了扣款 咨询客服后发现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迫开通了周卡业务 但在滴搭出行App查询 却并未发现有扣费记录后 在支付宝查询发现 半年内三次被无故扣款 据黑猫投诉显示 滴搭出行投诉 共有16207条 其中与无故扣款相关投诉 有201条 有消费者投诉称 没有打车成功 却被免密支付购买了周卡 没有拼车成功 却收到平台提示 以到达站点被扣款 多次申请退款未通过 也有部分司机投诉称 以备注有车有同行 但平台还是以多拼乘客 为由强制扣款 乘客取消用车后 平台以线下交易为由扣了款 对此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尤云婷 向网易财经表示 开通自动扣费 应当由消费者授权 没有授权情况下 除了平台 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问题更大 如果消费者自动扣费被开通 可以向人民银行银监会 投诉第三方支付机构 以及平台 力度和杀伤力应该比消费者起诉 或向消保委去投诉 对平台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震慑力更大 据了解 未经授权自动开通属于平台违规行为 若自动扣款有依据 有可能会被定义为涉嫌消费欺诈 尤云婷律师指出 没有依据指 没有就自动开通 对消费者做了特别的提醒 比如把这些条款 藏在补充的条款里 没有突出显示 没有特别提示 这在合规上有问题 同时还涉嫌消保法里的 格式条款霸王条款问题 因为涉及到消费者切身利益 应该是单独提示突出显示的 否则就违反了消保法和民法典 关于格式条款 排除消费者权利的问题